3月25日著名女歌手杨千画现身北角为自己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积极彩排 身穿黑色运动装的千画显得精神十足 她表示本月30号将在广州进行首场演出 因为这次的巡回演出是自己期待已久的事情 所以今天也开直播与粉丝们分享彩排过程 其实我把自己修起来大概都有一个月吧 除了一些在一些电影上面或者是电视剧的一些宣传工作 我都比较少出来 所以就是一直大家也是很奇怪我在做什么 其实一直都是在训练体能一直在彩排练舞练歌 希望有一个最好的状态去演出 说起早前穿上五寸高跟鞋彩排时险些跌倒 千画且是自己只是滑了一下而已没什么大碍 但同胀参加彩排的一些舞蹈演员就有些小受伤 我还好一个舞蹈的舞蹈员 他们就有一点小意外 但是还好是没事因为我很担心 因为这次的舞台为什么要这样子浓重的去彩排是因为激动很多 所以大家也是所以走位上面要小心一点 千画坦言为了这次巡演少了很多时间去陪家人 幸好老公丁子高和儿子都非常支持 心里很感激 记得丁先生也是很辛苦 他本来自己公司很忙 然后也是筹备这个演唱会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他也是很包容在生活上的一些小细节很帮忙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